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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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纯辉博士今天的工作 是自北向南 穿过龙旗热夜区 行驶1.5公里 做一次长地质铺面的观察 一路上漂泊的海底沉积雾变幻莫测 灯光下迎面铺来的火成岩 无声地向陶博士讲述着隆旗的过去 地质史上 这里曾经有过猛烈的火山爆发 发生过强烈的地震 崩折的岩石茶口 断裂的海床随处可见 龙旗绝非我们之前期待的风景区 它的美属于极端严护的地质环境 事实上龙旗就坐落在地狱的出口旁 尾交龙好不远处 就是阳中级的山顶 那里有一道猎谷 沿着山级在地球上蜿蜒六万公里 就像网球上回转相连的缝河线 我感觉它是突然跳到我眼前的 那些黑烟一直往外冒 以至于它周围的空气 都有那种金黄色的颗粒 它周围的一些地方 那些瘤也是有异常的 就感觉它们在叙事待发 准备喷波而出 在那搭停的时候 残阳栏不小心压到了一块 就把外边的那层壳给压掉了 就感觉是一堆金粉 喀喷出来了 一个新的烟囱口就喷出来了 在世界各大洋发现的三百多处热液喷口 也就是烟囱 大多在洋中级扩张带 但龙旗却不那么简单 沿江活动多的地方 容易发生热液活动 沿江活动多了 它扩张就快了 洋中级就 一看 下面有沿脚冒 就两边推 下面东西都冒出来了 像东泰面海陆 它每年的扩张 六十或者八十公斤这样 它就非常快 大西洋这边 它是这样子扩张洋中级的 它沿江活动比较合适 发现很多 而且比较大 那超面是扩张洋中级呢 就是我们西南一段 这个地方 一直没有发现过 活动的热液系统 西南印度洋洋中级扩张 每年只有一厘米多 在这里找到大片的热液系统 会让人类对海洋和我们这个星球深处 有更深刻的了解 而蛟龙号获取的样品是发现的开始 在海底作业真的特别不容易 我们在抓一个东西或者想去布放一个东西 或者想去测量烟囱口的温度 就是看似很简单的事 一个烟囱口有一个直径 一个人测量温度的探针 你插进去就好了 然后测就好了 想象中好像很简单 其实并不是这样 就是在水下那种精细操作 真的是很复杂 八天前 蛟龙曾经在这里工作过 三个人发现了当时 实时落在悬崖下边的测温设备 是吊下来的吗 对对 他们那天吊下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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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 太早了 高手了 算了 算了 这个是上次丢的是吗 对啊 你看他们找不到 他们自己找不到 回去 我看看 我的东西啊 这是谁的东西啊 小老师的东西 那应该在反常的时候跟他们说一下 回收有惊喜 对对对 有多个人就知道 蛟龙采样栏里塞满了科学器材 有些用完了要带回去 有些要放在烟囱口上或热液生物中 过一段时间再回收 而这些白色的标志物将永远留在阳底 就像地名站牌一样 93千次收获颇丰 最让唐嘉玲自豪的 是将八天前布放在这里的设备取了回来 交拢好这种精确定位的能力 让科学家可以在阳底指定地点 做不间断的观测和实验 几天甚至几年 我们的设备终于获准 明天搭载蛟龙号下潜 深海摄像的最大不同 在于专门的深海工程技术 好在船上不乏热心的顶尖专裁 测试和维护很快搞定 和肖香教授的采样篮之争巧妙解决 轮机长刘军帮我们把伍兹霍尔租来的 简易云台支架锯掉了一半 为肖老师的水泵腾出了地方 摇镜头要靠蛟龙的机械手 前航员傅文铃请刘军在支架上 为他焊个把手 这个办法非常聪明 眼前的景象让我想起船上的一个口号 只有岗位没有单位 更大只鱼 哇塞 这也太大了吧 哇塞 这套鱼很大 哎哟呦 咱把那条 那一个摄像 河老师 河老师 好 你把一个银台给我入 要不然 不要 你找他 找他 让你看看 说明 来看他来看一下 简派过来吧 这是一条幼胃 是在深海常见的鱼类 以它的体型 在深海可算巨型生物 幼胃以小动物为食 在龙鳍的羊底食物链上处于顶端 就像狮子在东非草原上一样 龙鳍的幼胃视力已经完全退化 靠触觉感知周围的环境 幼胃的家族种类繁多 样子差别很大 这是蛟龙号在南中国海拍到的幼胃 这里的深度是三千七百米 完全是另一种海底生态